等外送等太久了 新北市这对休闲师徒党的反应 让远景相当傻眼 因为昨天师徒两个人想要吃素食炸鸡 就到店里看人多 改外送好了 但等啊等 等到两个小时之后才送到 两个人很火大 居然用竹筷子控制外送人员行动 还打电话给特服务电话说 回素食店呛 既然让我们等两小时时 我们也要外送人员等两小时才能走 最后妨碍自由被警方送办 远景开门喝斥嫌犯把人放开 因为这两名男子等外送等得不耐烦 竟然直接挟持外送员报复店家 端午节三天廉价最后一天 许多人不想下厨 直接买外食当晚餐 这两名休闲店的师徒也不例外 21号傍晚6点多钟 他们走进板桥一间炸鸡店 因为店里人实在太多了 只好又折回鞋店里改叫外送 没想到一等就是将近两个小时 两人越等越火大 就在外送员抵达后 他们便拿出竹筷子抵住外送员的脖子 不让他离开 传话三字清 有没有一大堆就是很大声很大声 那个经理来找人嘛 找不到人啊 就报警 数十天的外送人员被他们控制在屋内 两个民众他们失称 他们已经点餐快两个小时了 结果才送到这边 他也要控制他 大概相当他们这个等候的时间 年仅20岁的陈姓外送员 被两人挟持吓得躲在角落 而这对师徒还打电话告知业者 说人在他们手上 两小时之后才要把人放回去 店经理急忙跑来找人 并且报警处理 幸好在优势警力进入之后 顺利救出外送员 将两名嫌犯逮捕 但只是因为等外送等太久就挟持外送员 这样的做法也让两人除了吃炸鸡之外 还得吃上官司 记得廖凯成周静瑜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